新闻局一年两天召开座谈会 收集前线新闻工作者 对修改出版法和视听广播法的意见 对于新闻局重提 是否要设立监管委员会 新闻界一直意见分歧 现场讨论气氛激烈 那么澳门的传媒将来 是不是真的仍然可以成熟到 自己就可以判断自己对还是错呢 所以我觉得仍然必须有一个机制 去第三方的介入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是成立一个没有官方制作的新领域 在法律内面成立 成员是由业界和社会主义人士 发家人士组成 其实特区政府委任很多委员会 他们的组成人员 我觉得这个往迹真的很差 来来去去都是那一班的媒体里面的高层 其实前线业界是没有说的 这件事是直接冲击了前线业界采访的权利 以及一些新闻自由的底线 多位发言的前线记者都忧虑 一旦成立了针对媒体的监管组织 会令新闻报道的空间进一步收缩 同时指出新闻评议会的效用 在国外也有不少争议 澳门暂时没有条件全盘照搬 但我想说这些国家是民主选举产生出来的 他们的政府是有民主选举产生出来 是有营兽性的 麻烦如果想推行一些改革的话 先能力的政府有营兽性先 麻烦先从政府的体制开始改革先 另外有记者强调 目前澳门法律对于诽谤侵犯隐私等方面 已经有足够规管 不需要再另外立法 同时建议政府应着手制定资讯自由法 让媒体能够依法取得更多政府资讯 发挥监督第四权的监督职能 澳门综合报道